大家好,我是小罗,欢迎观看本期的情感节目 小王从小就性格内向,而且没有恋爱过 所以在28岁的时候,他就相亲认识了小宁 虽然两个人的家境相差不大 但是结婚的时候,25万的彩礼啊 几乎是掏空了小王所有的家底 于是婚后买房的时候 首付就基本上都是小宁在负责 但是每月的还款啊,还是小王负责的 不过,小王他依然觉得有所亏欠小宁 因为呀,他的父亲长期在外打工 母亲身体不好,于是他就把母亲接过来一起住 但是呢,母亲呀,他很爱干净 手脚也很麻利 几乎是承揽了整个家庭所有的家务活 因此呢,一家人过得也算是和谐 但是呢,时间一久啊,问题就出来了 可能是小宁从小就被宠惯了 因此啊,家务是一窍不通 每次婆婆一回老家的时候 家里就乱得一团糟 虽然小王他也是会帮忙做家务 但是他工作忙,根本就做不好 有时候小王出个餐呀,那小宁就会包在家里 不出门,也不让婆婆进他的房间收拾 因此呢,他会把家里搞得更是一团糟 几天的衣服堆在一起呀 直到一起来容给婆婆去洗 而且小宁是非常喜欢熬夜吃零食的 生产也越来越发福了 虽然小王难以接受的是 小宁居然提出要小王拿出20万块钱 去赞助小舅子买房子 他说啊,当初买房的时候 不应该由女方来出钱 所以小王无奈 只好拿出10万块钱来给小舅子买房 但是啊,两个人的积怨压得越多啊 终于是要爆发的 最后小王和他在一次吵架中 小宁说,你们全家的衣服都洗了 凭什么就留下我一个人的衣服不洗 而小王大吼道 你要是不习惯就滚回你娘家去 而小罗觉得呀 爱情它是没有绝对的平等可言的 能力大一点的付出多一点 收起自己的优越感 尊重每一位家人 只有整体的和谐才会有幸福可言 要想别人尊重你啊 首先要自重 好了,本期的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如果喜欢这段视频 欢迎大家关注我 也欢迎大家给我点赞 谢谢大家